大家好 那我们都知道 国际象棋呢 在博弈论当中被称作完全信息博弈 那对于双方做决策所需要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公开的 你的棋子的位置 还有对方的棋子的位置 这些都是公开的 那当然与此相反 像桥牌这样 你看不到对手牌的这样的博弈呢 就被称作不完全信息博弈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划分 我们知道由于在实际的对局当中呢 由于可以产生的变化太多 无法一一的进行计算 所以呢 在实战对局当中 国际象棋经常表现出一些不完全信息博弈的特征 这种情况下 要判断一步棋是好是坏 那往往不能够单纯的根据局面 来进行评估 有的时候还要考虑对局双方的心态 包括他的一些性格呀 偏好啊之类 比如说前世界冠军卡尔波夫 他在输给卡斯帕罗夫之后呢 几乎不再使用王兵开局了 那并不是因为王兵开局不好 而是因为 这个王兵开局经常会导致一些比较激烈的变化 这并不符合卡尔波夫的性格 那么历史上公认第一位深入研究 就是对局当中呢 对异者的心心理问题的起手 是第二位世界冠军 拉斯克 他收集了很多对手的资料 对他们的性格 他们的心态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所以在对局当中呢 他经常走出一些 客观上不太 并不太公认不太好的招法 但是呢 就很成功的影响了对手的心理 那么阴势力导 坏齐变好齐 那么我们就来 今天呢 我们就来举一盘对局 来看一看 这个心理因素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局呢 是拉斯克直白 走成了西班牙开局 那他的对手呢 也是一位世界冠军 是 叫做卡帕布兰卡 那这个卡帕布兰卡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棋手 这个人呢 业余生活非常丰富 可以说是 音乐 文学 戏剧 甚至包括烹饪 都是 样样精通 但是从来不把自己的业余时间 用来训练 就是这样一个天才 但是因为 被拉斯克 摸透了他的心理 所以经常 结果这盘对局当中呢 可以说是 软招 叠出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 接着看 黑方 很自然的走了一步 A6 拱这个象 那正常的招法 应该是 退象 但是这一局当中 拉斯克走了一步 公认不太好的招法 象吃C6 用象换了马 那黑方 递兵吃上来 那么看这个局面 叫做西班牙的兑换便利 黑方的兵型 虽然被破坏了 但是拥有通畅的双向 那么之前我们说过 双向优势 在这种 线路通畅的局面当中 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为什么拉斯克 还要这样选择呢 这就是从心理因素的角度 来考虑的 是因为呢 在这一场 锦标赛当中 这是一场一个公开赛当中 卡帕布朗卡 他已经 积分领先了 那么他的心态 就是说 在自己拿黑棋的时候 尽量简化局面 尽快的下成核棋 那么这样的话 一轮一轮的比下去呢 对于他积分领先的一方 无疑是有利的 但是 正是这个 这种心理 被拉斯克捕捉到了 所以呢 他走了这步 兑换便利 原因很简单 既然你黑方 是想大量的对子 简化局面 来谋合 可是呢 如果子全部对光了以后 黑方的兵型 会让他在残局当中 非常的不利 那就造成 卡帕布朗卡呢 必须要强打起精神来 去改变自己原来 消极求和的这种计划 去想办法利用自己的双向获胜 那我们知道 这就好像 本来你打算 这个周末去度假 结果这个时候 突然有人告诉你 周六晚上 你有一场考试 那么即便这个考试对你不难 对你来说不难 那我想你的心态 一定也是非常沮丧的 那么这一局当中呢 拉斯克也就是 也正是这样考虑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接下来冲兵第四 兑换 用后赤上去 那开局阶段 就把皇后对掉了 那在理论上来说 这是一个对黑方 非常有力的残局 也不能说完全残局了吧 那毕竟对掉后之后 这个双向是非常有力的 但是 由于这种 黑方这种 急于对子求和的这种心态呢 干扰了他的心理 下一步 向第六 那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 由于拥有双向的一方呢 一般应该避免自己的项被对掉 但是在这里黑方不用担心这一点 因为即便这个黑格项被对掉 那么兵吃上来 这个叠兵的弱点也就消除了 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所以 所以这个项在第六 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位置 那接下来 白方 马C3 出子 黑方向一期 然后白方 短一位 接下来 黑方 也选择了短一位 那实际上在这个局面下呢 更好的招法 应该是向第七 然后 长一位 这位后来的一些对局经验 也是被证实的 黑方这样走是比较有利的 那这 这一个 说一点题外话 这让我想到了 俄罗斯防御当中 一个比较长 近期比较常见的布局 在这个局面的时候 那我发现 近期我看到的一些 职业高手的对局的 棋谱 里面 我经常看到这一招 马C3 然后 黑方主动对调之后 给白方制造了一个叠兵 然后 白方 向 长一位 和黑方对攻 这是最近 我看到的一些比赛 棋谱当中比较常见的 那么 这个和刚才那个局面 是比较相似 那也是 后翼一个叠兵 然后长一位 这看起来 似乎黑方的局面 还是非常稳固的 但是 我们知道 这种 反方向异位 经常会导致 很激烈的对攻 那可是呢 这一局当中 黑方偏偏又是 一心的想要求和 那他就 走出了第一个软招 他选择了短一位 避免了那种复杂 激烈的对攻 那接下来 白方冲兵F4 要发挥他在王毅 多一个兵的这种优势 黑方拘一巴 应该说又不是太好 这个时候显然比较有利的 是近向到C5 接下来呢 这个牵制 是让黑方是比较难受的 但是黑方呢 似乎没有这样 耐心的去计划 自己的孕子 而是选择了 比较 似乎最自然的出居 占领半开放线 就好像是 嗯 最 看上去最 符合常理的招法 但在这里却并不是最好的 那既然你没有走向C5 那白方 马 马B3 不给你这个机会了 把这个 隔看住 接下来呢 黑方又走了 F6 那显然是阻止你这个 冲兵义武 拱向 但实际上呢 黑方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并不很怕这个义武 向一躲就对了 那么显然接下来 这个 第六 第五和义武格 都被 让给了 黑方 所以呢 显然 F6 这部防守 是有点太缓了 那么 这又是一部软招 那么 卡巴布兰卡的这种 可以看得出来 他现在的心态 可以说是无心恋战了 白方 F5 压下去 这个意图呢 虽然 放松了对 E5格的管制 让这里变成一个 让E4变成了一个落后兵 但是 他 阻塞了 黑方 白格向的 出路 而 激活了自己的黑格向 那我们知道 在 这个 有双向的一方来说 这个 如果线路不通的话 是不存在双向优势 那既然这边的向路被堵住 黑方很自然的 选择了B6 准备 向走到B7来 出到这个大斜线上 但这个也不是非常的 也不是很合理的一部棋 因为他显然放松了 对这个 这个E6格的控制 那实际上比较合理的招法 应该是向第7 然后 GA第8 那实际上呢 走到这个 走到这部B6之后 那黑白方向F4 那黑方呢 继续他的计划 把白格向出到大斜线上 他的意图呢 是希望 白方主动对向 这样他的谍兵就消除了 但问题是 这个 第6兵就变成了一个 永久的弱兵 一直到这个对局结束 对于黑方都是一个累赘 甚至于还不如叠兵 那我们会回到刚才那个 演示的那个变化 如果你这样走的话 黑方这样走的话 那么 白方在这样上向F4的话 那就可以给你主动对掉 然后 码C8 再跳到C6来 或者 你为了阻止 向到F4来 也可以走 G5 看住这个格 那 如果白方 吃过路兵的话 马吃上来 如果 G吃F6的话 那 啊 进向一武一打 G一躲 把你马干掉 那就把这个兵 吃回来了 然后双方形成了 一个异色格向 那么异色格向嘛 互相打不到对方 这个 合棋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那黑方的目的 就是要合棋嘛 结果他走了这个 B6 走到这个随手之后 那 白方 像刚才演示的向F4 然后 一交换 接下来 马到第4 很显然 就要占领这个格 那如果像再退回去防守 那就太慢了 对吧 所以呢 先过G到第8来 然后马不客气的跳进去 那G躲到第7 然后白方的G也出来 占领这个半开放线 马C8 保住这个E6兵 让你的G 黑白方的G 黑方的这个G呢 可以叠在E线上 然后白方GF2 也准备跌跌 那么由于这个中心马的存在 显然 白方在D线上的跌跌 更具有威力 接下来B5 黑方走B5 这个目的呢 既然白方在王毅已经占有优势了 那他就尽量在右 后毅上寻求突破 那这个被称作 在国际象棋上被称作对攻原力 就是你 对方在一翼上 在一个侧翼上占了优势 那么你从 另一个侧翼去反击他 然后白方G跌起来 原因呢 如果 下一步白方冲B4的话 你这个马退到底线当然不好 那恐怕只能退到E2 这就阻止了那个跌跌的计划 脱慢了跌跌的这个计划 所以 赶紧先把G顺过来 然后黑方也跌跌 白方 走了B4 一方面挡住你这个兵 另一方面 阻止你走C5 放开这个 白鸽向的斜线 那这样的话 白方要丢兵了 黑方要丢兵的 对吧 所以走B4 阻止你这个冲C5 然后 黑方王F7 这个王向中心靠拢 因为已经没有皇后了嘛 然后白方A3 巩固一下B4 形成一条兵链 白方向A8 准备给G让开线路 让他到A线来 准备从A线开线 寻求一些突破 那白方不理 也上王 然后黑方的G过来 我们可以看到 黑方的这个G啊 来回的调动 可以显示出来 他并没有一个 很好的计划 白方G4 冲兵 从王毅上去进攻 黑方H6 挡了一手 白方G3 把G抬下来 让他准备沿着第三横排 滑动 然后 争取在王毅开线 给对方施加压力 那接下来呢 黑方准备开线 冲兵A5 白方 不理他 H4 那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时候 黑方发现 他的G 这个G7格是一个弱点 他希望把这个底鞠 布置到这里来防守 但是这样一来呢 中路又太太过于空虚 所以他又不得不把这个G再调回来 那当然这个G现在不能立刻过来 因为现在 这个丢着冰呢 对吧 所以没有办法 只好先把冰对掉 然后G再回来 再回去 那可以说 黑方 这两步骑士 走得相当的尴尬了 这等于是开了线 然后自己的G又撤了 这等于是在替对方开线 然后白方 王F3 向中心靠拢 GG8 布置在G线上 进行防守 然后王继续靠近中心 白方G6 准备要挑战黑方 白方的这个冰链 进行一些 对白方在王毅上的攻势 要进行削弱 然后 G G3 那当然不能主动吃兵了 否则这个马要丢 那黑方又走了一步 G5 将军 你可以说 这又是一步软招 应该说 他不应该 现在 黑方并不 惧怕这个G线 被开放 他应该主动走 G吃F5 那如果 白方用 一兵吃的话 那就 冲兵第五 摆脱这个落后兵 那如果用 G兵吃呢 那就 对G 然后 G呢 准备 占领这条开放线 但是 实战中呢 黑方偏偏走了一个G5 将军 那白方 一躲 这就等于是拱手 让出了这个 H线 那当然了 现在吃的话 没什么意思 G1过来 肯定能吃得回来 啊 这个H H线还是 能抢到 所以呢 白方走了一个 黑方走了一个 马B6 啊 这个C4 是一个比较好的格 将来呢 争取进到这里来 那注意 如果 然后呢 白方 赶紧开线 把H线上的兵一对 然后 GH3 抢到这条开放线了 那么注意 如果 G是第六 那这就不太好 那黑方 可以抢占这条开放线 然后 马跳到C4来 这样 虽然少一兵 但是有开放线 有这样一个位置 好的马 还是 局面还是很稳固的 啊 所以呢 不应该贪兵 而是 立刻 抢开放线 要紧 那 黑方赶紧 G7 守住 那注意 看上去 很自然的一步 马C4 这样 攻守兼备 不是很好吗 但是问题是 现在 白方 那个黑方呢 这个底线 A线在对方的手里 啊 这个 包括这个底线的一个像 是有问题的 那现在白方可以走 GH7 一将 那只能退王 然后GA1 捉这个底线的像 现在这个马走开了 没有人保护他呀 这个G只能上来 那注意 现在这个G 是 不可以吃这个G的 那我 底线吃了像一将 然后还能抽回来 等于还是白丢一子吧 是吧 然后呢 白方 可以走 马C7 将军 那 王帝7 然后 对了G G 啊 然后GA7 那这个白方 那是不是要 丢东西了 对吧 至少不丢像的话 至少也能要丢一兵吧 啊 好 那 我们回到我们的主要的变化 黑方 GD7 过来 防守这个 16兵 那么可以看到 第六兵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至始至终呢 至始至终啊 这个 第六都是一个 黑方都对黑方都是一个累赘 然后白方 王继三 是一步好奇 因为我们知道 将来呢 白方要 接下来呢 进攻 继续进攻的话 迟早要走这个E5 弃兵 给自己的马 腾开胃 腾开这个E4格 但是 由于这个 王和象 在同一条斜线上 所以 黑方有一个闪将 那一朵 至少呢 不仅多吃一个兵 而且这个马 也到不了E4了 因为被 会被象吃掉 啊 所以呢 白方的王 预先 走一步G3 躲开这个牵制 然后王E8 黑方要 把这个王躲开7线 省得 啊 你去 现在有打僵的威胁 然后 白方 G在H线 跌起来 那黑方向B7 啊 躲开这个将来 底线被抓的 这个威胁 然后好让他的 马 可以运动 那接下来 白方 冲兵一武 弃兵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给自己的马 腾开位置 白方 地兵 吃上来 这样好像 虽然开了一条地线吧 但是这条地线上面 黑方的G是 无所作为的 接着下来 那 白方的马进去 E4 接下来就要 威胁吃这个 F6 这是要 将军抽鞠啊 至少是捉霜了 所以 黑方 赶快 马第五 来防守这个 F6点 但是接下来 白方 马 6 C5 这就得半子了 因为 白方的 黑方的G 不能跑 一跑的话 我向对了 然后 在马 D6 再一将 这就不是丢半子了 这是白丢一G了 那 所以呢 没有办法 黑方 只能尽量减少损失 走了一个向C8 然后白方 一吃 得半子 接下来 GH7 控制这条 第七横排 这个黑方的生命线 白方 黑方GF8 守住F6格 让自己的马 可以运动 解脱这个马的牵制 然后黑方 白方呢 GA1 准备威胁下敌将军 白王 黑方 王第八 然后 GA8 一将 变相 白方 马C5 那黑级 立刻就认输了 首先 马上 威胁 下一步就是 马E6 一将 那个相不敢吃马 因为这是牵制 王一朵 然后 将死 当然 黑方呢 即使退马 预防一下 守住这个C6 啊 这个 这个D6啊 守住这个E6也没有用 白方呢 可以 马B7将军 然后 王一八 将死 啊 或者 或者呢 居地7 将 这个相还是不敢持居 因为是千只 马一八 将死 那好 从这一局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黑方 啊 这个 白方呢 拉斯克 走了这个公认 不太好的这种 啊 兑换便利 但是由于他抓住了对手的心态 这种一味的想对子求和的心态 啊 这种出其不意的招法 打乱了对手的部署 让对方是 心 方寸大乱啊 结果 阴势力倒 坏棋 变好棋 这个 很漂亮的 利用这种心理因素 获得了胜利 那么现在呢 这个对局当中的心理 已经被 你可以说是非常的受到重视 啊 一般的现在职业棋手呢 去下 锦标赛的时候 往往会下很大的功夫 来收集对手的资料 那来 摸透 摸他的心理 那包括呢 现在的心理学研究 包括认知心理学 等等 也经常呢 以国际象棋的对局 作为一个研究的范例 那得到了很多的 研究成果 那剩下的时间呢 我再说一点题外话了 我发现呢 有一些 给我留言的朋友呢 是在带自己的孩子学期 那么我在此呢 我既然说到心理因素啊 我又稍微的 提一点建议 就是说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教育 一定要符合这个儿童的生长规律 你不能压苗助长 那具体到这个学期这个上面呢 它什么是一个比较合乎规律的教育方法呢 那么我们知道认知心理学上面有一个 有一个原因啊 有一个结论 有一种理论呢 就认为这个一个人个体思维方式的发展 是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 在历史上的演变进程 是有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你看很多研究早期历史的文化人类学家呢 经常通过观察这个幼年时期的 这个儿童的思维方式来猜测原始人的文化 那么具体到这上面来说呢 那什么就是是一个孩子 他一个未成年人 他的正常的这个歧义进步的这个规律呢 我想这一个小孩 他学期的这个过程啊 应该和历史上国际象棋理论的发展 我想应该是按照刚才那个理论 应该是一致的 那也说我的一个建议呢 就是说这个小朋友在学期的时候 一定不要给他过早灌输很多的 这个近现代 就是当代历史上才出现的那些局面理论 我建议 我的建议是让他先从早期的浪漫主义学起 先学像安德森那样下棋 然后再学莫菲 然后再学斯坦尼茨 那最后学卡斯帕罗夫 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比较 合乎规律的进程 当然了我不是专业教练 那我也不敢保证 我的理解就是对的 所以呢 我的这个看法仅供参考 那么好 那这一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